大家好 欢迎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我们看看第二部分 既然我们刚才讲了 F现象有这么多的个性 有这么多的特点 有这么多的优势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 产品如何借助这种F营销现象 营销现象的话 实现自己的销售目标 如何就是实现快营销 如何快速塑造产品的强烈现象 实际上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方法 仅仅有识别系统不行 创造一种外观感觉现象不行 你要关键要创造一种心理感觉现象 这种心理感觉现象是什么 就是我们提出来的一种另类现象 另类现象是抓住市场注意力的核心要素 塑造的产品越另类 越能够促进营销速度的提升 你看我们这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设定一个价值理念 价值给一个特殊的人群 然后的话你的产品就可以体现出自己强烈的这种现象 那这些哪个人群是特殊的呢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讲 华夏龙的刚比 华夏龙的刚比的话 他的刚比胜给谁了 杨立伟 杨立伟是民族英雄 华夏龙的刚比的话 他也有什么 成了一种英雄刚比的象征 结果他的产品价值非常高 价格也很高 你一般还买不到 第二个你看摩台酒 摩台酒是国酒现象 那国酒的话 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引用 哪一部分人可以引用 哪一部分是特殊群体 你看啊 国家领导人 重要人物 其他国家的整整 领导人来中国的访华 基本上都可以是什么 开两会的时候 有可能要用摩台酒 就是因为有这部分特殊的人群在引用摩台酒 所以他国酒的现象非常清晰 那现在他的酒品卖出去 价值非常高 价值非常高 他一般还走特殊的渠道 正常渠道你还买不到 那所以说我们刚才讲了 价格给一部分人 一部分特殊的人 你就可以快速展现自己的特殊的现象 另类现象 那这部分特殊的人 我们给他一个定义 就是说羊群现象 叫羊群效应 他为什么叫羊群效应呢 只要有一部分人带头了 那后面的人不加思索 不加任何思考 立马购买一个产品 像羊群一样 肆无忌惮往前走 这是第一个 就是设定一个价值理念 成就一个现象 第二就是创造一种氛围 也可以快速创造一种现象 那创造什么样的氛围呢 你看啊 比如说绝对权力 绝对权力的话 他那个有一种车 他的用车叫奥迪 现在奥迪车已经称政府用车的代表了 只要政府买车 基本上买奥迪 为什么呢 绝对权力他受到一种现象 就是什么 连结奉工的 但是奥迪车 为了他们输到这种现象 什么 他发生这个 触动效果非常大 因为当时的话 那个主要演员 1234号车子全部都是奥迪 结果的话 奥迪成为一种现象了 产品出来了 销售也变好了 全国铺开了 你看我们看第二个戴尔 戴尔 他说这种电脑 是有个性 为什么 个性化服务 你可以去设置 你可以去定做 但是你想过没有 他实际上提出另外一个概念 戴尔有个性 他满足哪些人 也是有个性的人 有个性的人买 有个性电脑 有个性电脑 满足有个性人的需求 所以说我就说 创造一种氛围 全国人都知道 戴尔电脑是有个性 那有个性的人 全部都买戴尔电脑 创造一种氛围 他的产品也很快营销掉了 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提出这么一个概念 叫狼群效应 只要有 我刚才说狼群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哄而上 只要全国人都认为这个东西 同意个性的人 同意群体的人 认为这个东西的话 使和自己 一下子全部扑出去了 扑过去了 也是毫不思索的 再看看第三个 创造一种口碑 形成一个概念 创造什么样的口碑呢 这个口碑的话 一定让让感觉 顾客要感觉到 你的口碑里面 隐含了某种价值 这个价值是特殊的 这里面我提出的一个概念 叫什么 叫狼群效应 狼群效应 他只要碰到一个新鲜的东西 你让他感觉到有价值 他会义无反顾的往前走 你看我们这里面 其他有点新 我们看看一个老的一个案子 叫脑白金 脑白金的话 它广告有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一句话 就是收离直送脑白金 这里面的话 就是最好的礼品 他提出这么个概念 这个概念提出来以后 只有一部分人在用 认识脑白金 了解脑白金的在用 一般人的话 可能不会用 他不知道脑白金是什么玩意儿 结果我们进入第二阶段 他广告有什么 收离还送脑白金 这时候呢 就是提出概念 就是最好用的礼品 这是脑白金提出的什么 思想 结果的话就是什么 原来用的这部分人 已经成为形象代言了 哎呀不错 我还要收他 那看看第三阶段 收离更送脑白金 这时候呢 就不仅仅原来那部分人了 就是一大部分人在用了 用了以后 他感觉怎么样呢 哎呀不错 所有的产品 如果要选择的话 我就是 一般还是选脑白金比较好 选脑白金比较好 这时候的话 还没形成一个什么普遍 到最后一步 收离旧收脑白金 这种脑白金就成什么了 就成唯一的礼品了 旧是唯一的 所以这种脑白金四句话 创造了一种什么 创造了一种非常强势的产品现象 结果市场的话 一撮而就 一撮而就 这第三个就是 创造一种口碑 可以形成一种快速的杀伤力 第四个人 创造一个时代 也可以创造一种非常另类的现象 什么样一个时代 你看我们现在 十几秒钟的彩铃 现在已经成产业了 那个彩铃什么意思呢 就是 创造了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让联系 成为一种享受的 这么一种新市场 联系也是想说 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等待着十几秒钟 也很烦躁 我事特别多 比较着急 结果听到你彩铃以后 感觉到非常棒 很舒服 一下子心情变轻松了 这里面有什么思想呢 就是 它改变了一种生活 创造了一种潮流 结果的话一下子打开市场 第二个就是郭德纲 郭德纲相声时代 以前如果是娱乐的话 只听什么 只听一个什么 听听歌 看个电影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就是 原来可以听相声 相声已经没落了 现在又把它撕起来了 为什么可以提到 感到他的相声非常好呢 因为他更贴近生活 更容易激发幽默感 结果郭德纲的话 一下成为了明星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 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也是改变了一种生活 创造了一种潮流 那这种 结果是一种什么的效应呢 它实际上是一种 追风与追星效应 只要你能创造一个潮流 你就是明星 那你的现象和明星一样 具有非常大的什么 感召力和魅力 这第四个 我们就要讲 创造一个时代 第五个呢 就是做一件事情 那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可以展现自己的个性呢 可以体验产品的 产品的这种优势呢 在社长上 可以创造出到一种 心理感觉现象呢 而且这种感觉还是另类的 看上了 我们提出的就是 赫里肌群效应 你比如说 腾越允化油 腾越允化油的话 它打这个广告 就是让人类 多一点允化 少一点摩擦 它实际上 这个广告语 意思是何在 它就是告诉别人 我们的运滑油 不仅可以运滑车 而且可以运滑心灵 可以运滑心灵 那这个运滑油的话 是市场上没有的 可以运滑新的事情 这个运滑油有吗 没有都没有 所以它做了一件事情 腾越允化油 一下成了快速消费品 所有人都在买它 结果它全国的话 在运滑油行业 它做老大 这个产品的另类现象 你们再看看第六个 这些限制 这些限制的话 反而把你的产品 发现产品营销得更好 为什么 它实际上是什么 也是受到一个 特殊的另类现象 这个现象是什么 叫无以稀为贵 无以稀为贵 你看中华研 中华研的话 有三高政策 哪三高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专供高级人群 第二个是高级消费场所 第三个就是高价格 中华研的价格 在国内已经是最高的了 但是好多人在买 还买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限量销售 它不是把所有的 这个消费都满足了 所以这里面什么意思 供应用求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体现它高档的 高档的这种价值 另外的话 它实际上也是变相 积累了什么 积累了一些一部分消费 如果不满足你 这个消费立马就开始 形成积累 积累的越多 市场需求量越大 它所需要满足的 满足的这种产品 就那个销售量 越来越好 当然了 如果再去进一步限制的话 它价格还可以提升 所以我就说 第六个就是 做一些限制 创造一种 未期为贵的效应 这种效应的话 也是市场 一种60000的现象 一下子把产品打开 没有学习力 就没有竞争力 你的心有多高 学习的路就有多长 看看第七个 做一项大视野 也可以受到 你的产品另类现象 你想让人家 记住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 可以做一项大视野 这里面我们提出 一个效应 叫全民效应 做一项大视野 就是让所有人都跟进你 你跟进你 这个产品好 他可能有 在伦理上 他是好的 在道义上 他是好的 在精神上 他是好的 在做事方 他是一个表率 我就跟进他了 这个产品非常好 它这个现象就是另类的 你看我们讲 这个现象 在案例上怎么做 你看比如说能复善权 能复善权 刚一开始的话 就一分钱成奥了 但这个时代的话 已经结束了 成奥已经成功了 怎么办 下一步做什么呢 一分钱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 是永远没有尽头的 只要什么 因为有学生在 希望就存在 这时候怎么办 我就一直的话 就是创造 塑造希望 创造希望 炒作希望 结果的话 他产品 要了要大 他实际上 还又给了什么 一分钱捐赠 现在的话不一样了 他又搞什么呢 搞了个一分钱 叫母警 在西方 在中国的西部 非常贫穷 需要叫母警 结果我就给他 给他钱 就满足他 这里面就提出一个什么 叫一分钱效应 实际上能复善权 偷了一分钱 赚了几十个亿 赚了几十亿 他实际上就一分钱 做了一项大事 结果全民跟进 全民效应 我们再看看第八个 做一件好事 做一件好事的话 社会上 一把就接受你了 一个产品 有没有伦理道德 非常关键 你道德越好越高尚 人家越愿意 越愿意贴近你 中国中华民族 是一个道德的国家 讲究礼仪 礼仪之邦 现在就是说 我们做什么样的好事 可以满足哪些人的 心理需求 结果让我们的产品 同时也进入他的心理 也创造了一种 另类现象 做一件好事 当然在我们这个营销上 它实际上是以公益效应 就是做公益事件 那你的公益事件 做得好 你的产品的话 你的产品现象越高尚 市场营销会 越来越快 你看 只有这么两个案例 非常可乐 当时的话 北约混乱了大使馆 非常可乐的话 就提出的就是 用中国自己的什么 用中国自己的产品 消费中国自己的产品 自己的可乐 对抗北约的罪行 他实际上提出这么 这么一个思想以后 他就做了一件好事 他带头走在前面 做一些公益事件 公益事件 结果全国人都跟进 好多学生都在买 买他的这个什么产品 这里面说明一个点 有相同的立场 你就可以快速 建立消费者的感情 只要你的立场相同了 跟消费者立场一样 好了 一下子你只要把这事做出来 消费者立马就跟进你 你的感情立马就出来了 做一件好事 就一件好事的问题 你看我们第二个 大红银摄像王脸星 刚开始摄像的时候 是没有人愿意捐钱的 越是在没人愿意捐钱的时候 你越捐钱 这个时候才体现出你的道义 你是大红银的精神 你才是民族英雄 结果的话 因为大红银他卖烟 他不好什么宣传 结果的话 他给钱给C2 不宣传产品 宣传品 结果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大红银是一路行走 一路吆喝 一路号召 一路宣传 最后一个字 一路招商 他前面的话就是 走了一路干了一路 干了一路的好事 但是最后已经结局在哪里 怎么收来 招商吗 结果他的产品 一向进一步扑向全国 销售额的话 快速提升 这里面又提出这么一个点 有相同的追求 也可以快速建立 这个什么 消费者的感情 如果你的消费者感情 想贴近 追求一样 也可以快速 快速什么沟通 快速就构建这种特殊的感情 所以我说了 这一件好事 让消费者什么 贴近 这次营销的话 都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营销 只要你把好事做得非常到位 这里不做作 这里非常真实 而且有思想 有个性 那消费者的话 就会跟你一直往前走 你永不回头 所以大红营思想外观点性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笔 在营销历史上 绝对留下了一笔 我们看看第九个 创造一个悬念 让别人去关注你 那悬念的话 你提出来以后 肯定会有神秘感 越是神秘感的东西 中国的消费者 他越愿意去揭露你 去揭发你 去搞究竟 那这个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悬念呢 实际上这个悬念的话 实际上我们主要的用的这种方法的话 也是一种猎奇效应 利用这个猎奇心理效应 就顾客对我猎奇心理 那我就用你这个心理效应 那做什么样的悬念呢 才能让别人去关注呢 那我再举两个例子 将军茶 将军茶的话是 这里面有100个将军上面 签了字 这个茶不错 我们这个将军都在 都在引用这个茶 100个将军的签字以后 这100个将军就变相成了这个产品的形容代言人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悬念的问题 这也并不是一个悬念 就可以打开市场 你将军 将军就是什么 引力茶 那我不一定就非得买 关键看下面一句 中国最美丽的乡村 福远 福远推出这种茶 将军茶 那中国既然是最美丽的乡村 可能有几个点 第一个小军是最绿色的 颜色是最绿的 为什么 它没有污染 非常纯净 第二个的话 风景是最美的 在最绿 环境最好 风景最美的地方 生产出的茶 肯定是最好喝的 结果的话 为什么将军会喝这个茶 悬念也就在此 因为它是最美丽的乡村 推出了一种茶 结果的话 这个悬念形成了 那消费者就要想知道 将军茶是什么样的 这个将军茶 到底是什么样 我要尝一尝 然后的话 就是最美丽的乡村 是什么样子 我要看看这个美丽的乡村 到底是什么东西 结果的话 就是它的产品 一出而就 在中国的话 只推出一万套 每一套的话 是四万块钱一套 一套产品的话 卖了几个亿 一万套的产品 所以我们说 创造一个悬念 可以创造几个亿 甚至几十亿 上百亿的价值 让别人去关注 并快速将核心概念推出 形成产品的广泛影响力 和客户的快速认诚感 就是我刚才提的 就是什么 猎奇效应 猎奇效应 我们看看最后 第十个 发生一场战争 那发生战争的话 怎么让你的产品 受到自己的特殊形象呢 实际上这里面 它就是 也是一个特殊的方法 我们提出这么一个思想 就是什么 对抗效应 如果你一个人 和另外一个人在对抗 可能会吸引 很多人的注意力 为什么会对抗 首先原因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什么随秘感 就创造一种好奇心理 那第二个就是 观看两个人的对抗 它也是一种眼球经济 我看了以后 我感觉不错 舒服 就看看谁胜谁败 看看他们的实力 到底谁大 结果的话 发生一场战争 结果的话 让全国人都对于观看你 那你的这种市场 有些方法 绝对是最棒了 而且的话 你的产品现象 一下出来了 你看啊 两个组织的对抗 就可以快速造就 产品的知名度 两个组织的对抗 一对抗 立马产品知名度就出来了 对抗这个效应的话 立马就可以体验出来 而且你想过没有 对抗可以一个点 越是对抗 越能展现自己的个性 越能展现自己的个性 比如两个人 为什么会对抗 肯定个性上有冲突 那个性上一对抗的话 他的个性越来越明显 因为对抗了嘛 对抗的话 由于个性有冲突 才发生对抗了嘛 个性既然有冲突 那肯定个性非常明显 方向非常明确 不然的话 怎么可能就是会冲突呢 所以说 发生这么一场战争的话 你个人显入自己的个性 有这么两个案例 中奎做酒 中奎酒 中奎酒的话 就是在安徽的 安徽灵弊的 这种酒刚开始也不好卖 为什么不好卖呢 没有知名度 它毕竟是一个现场内面的酒 这种酒的话 在市场上你根本就推不开 那怎么办 发生一场战争 发生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 中奎做鬼 大家都知道 中奎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神 他是个门神 他喜欢做鬼 那现在我就发生这场战争 让中奎真正的去做一回鬼 那鬼是什么 酒鬼 酒鬼酒的话 在中国已经形成名气了 那中奎的话 怎么去做鬼 他实际上就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 凡是有酒鬼的地方 就要看到中奎 结果的话 人家一看酒鬼 这边是中奎 一下子跟自己的感觉不一样 你看中奎做鬼了 一下子就把中奎酒记住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呢 凡是消费者的投诉 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 把它解决掉 为什么 中奎是正义的 他既然正义的话 他不允许一些瑕疵的存在 所以他没酒 所有的酒的这个口号 做酒的口号就是什么 做到什么 最好 做到完美 而且还是做到什么 做到正义 只要是有投诉 立马第一时间解决掉 这就体现出什么 自己的正义形象 结果的话 这两件事 一下子就说中奎的正义形象 一下子把中奎的品牌出出来了 所以所有的人去买酒鬼的酒的时候 脑子里面 腾涉会考虑到 我要不要选中奎 要不要选中奎 结果发展一场战争 一下把中奎酒推向市场 再喝飞一下打开市场 这第二个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天高云淡 一品黄山 实际上这个天高云淡 你讲这个 这不是一品黄山的 这个黄山烟的这么一个广告吗 实际上这里面 也暗藏了一种杀鸡 这一广告里面暗藏了一种杀鸡 从外面也登场不出来 你仔细一看 你立马就出现了 为什么叫天高云淡 一品黄山 你看 云是什么 云烟 当时在黄山烟出来的时候 价格卖不上去 而且的话没有品牌 云烟的话 当时卖得非常好 中国人那时候 好多的知名人士 特别是称呼人士 喜欢用云烟 中国的南方 一下新的潮流 那时候这个黄山烟 卖不掉怎么办 那干脆我就 对着你云烟干一次 结果的话就提出一个什么 天高云淡 这么一句话 天高云淡什么意思 黄山 黄山烟的话就是什么 用黄山以后 你再感觉这个云烟 它就淡了 吸了黄山烟以后 再也不会吸什么云烟 为什么 没有口味了 所以说黄山比云烟 黄山更能厚 云烟就清淡了 结果的话 我们说发展一场战争 一下子就创造了一个什么 创造了一种奇迹 我刚才说了 产品快营销的方法 只要你能快速塑造 一种强烈的产品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 是独特的 是另类的 那你的什么 你的产品营销 就能快速抓住 消费者的心理 这时候你的产品营销 就会实现快营销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么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这个 F产品控制效方法 这十个点 只要你做得非常好 其中任何一种方法 都可以促成你的产品 和你的企业 现在本讲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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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